為了讓傳統地產可以做團成 民間鄉農會 實際辦了一條件是多少 來加強少年地農 對著地產的利息 實際之後四十多位民眾來參加 除了茶葉的製作 品品上面 還有更進一層的精神層面的表現 美的表現 所以就上這個活動 就是 就是把茶的精神 以另外一個層次再表現出來 我們農會這次來辦這個 那個茶資傳人 那個茶葉研習活動 最主要是針對我們在地青少年 他返鄉來務農的這些千年學子 他們針對茶葉的知識 及製作的技術比較不足 所以說辦理這些相關的製程 可以教他們來說 知道說 茶葉文化 為了這次的確定 農會是特別邀請 提到心農中的第一位專家 丹建林來做指導 有名眾是為了要聽他的講話 這特別來向農會報名 學一個一整套的那種 比較專業 然後比較細膩的那種泡法 然後像這個老師的話 其實我已經想上他的課很久 只是一直沒有機會可以上 所以今天有這個機會過來上 可是還滿開心的這樣 以在地的茶為根本 但是我們會去發展處 跟大家去討論說 有關於茶文化 茶藝術這一塊 他跟茶之間的連結性 甚至是對於人的一個 關聯性是什麼 民間鄉是關於重要的 美心三区 等級以來 民間鄉農會 都一直鼓勵少年人 回來高雄 幫助在地都會發展 這次農會用新辦理 現實活動 是由蔡庵庫的學員 有這麼大的幫助 繼續上蔡庵報道 謝謝大家 感谢观看